姐姐 你都出来找刺激了 还想那么多干吗 开心点 是 既然都决定要离开江湖 那万小先生 小姐要怎么回去当保姆 还是被她的家人继续扯得羞与 好了 我们吃这个 行了 有时间做这些 还不如好好想想 怎么给阿恒生个儿子吧 你指望她给我哥生儿子 你还不如指望雪妃姐 那嫁进来五年了 肚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要我说 下等人就是下等人 命迹 怀不上一经 你已经是脑外中期了 这个肿瘤 已经有五分这么大了 再长大一点 随时有可能压缝神经 导致死亡 医生 我还有多长时间 慢的话 半年 快的话 三个月 江浩 你能不能跟姚雪妃断了 我说了多少遍啊 我和姚雪妃没什么 她是江家的养女 是我的妹妹 宋静宇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一身一归的 我一身一归 你妈跟你妹每天都说我下检 说我怀不上你们江家的主 要我给姚雪妃让位 这也是我一身一归 还是说 在你心里你根本就觉得我配不上你 江浩 你别忘了 当初是你求着我放弃高薪工作 放弃设计师总监 给你当家庭主妇的 我没有这么想过 静宇 我今天很累了 有什么事我明天再说 我们之前没以后 就算我放弃自己的事业 放弃自己的人生 小心翼翼地做一个家庭主妇 我们眼里 我也永远像个仆人 但现在 我已经失忆了 你无需再忍 滚 滚 宋静宇 我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 你要这样对我 是 你没有缺我之处 但是你缺心眼啊 怎么 你现在觉得我给你戴绿帽子不高兴 那我呢 我为你放弃事业 给你当家庭主妇 你让我天天跟你的青梅竹马住在一起 你妈跟你妹天天说我实相的赶紧让位 她都不是什么很贱的人了 金鱼姐 你误会了 是文娜和阿姨舍不得我 想跟我成为你家人的 你给我闭嘴 宋静宇她是不是疯了 舍不得你 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把你们俩锁死 非要等我结婚之后 拿你来恶心 怎么 你是觉得二手男人强起来很像很带劲是吧 金鱼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二手男人 宋静宇 你说我是二手男人 走 跟我回家说清楚 你放开 你放开 宋静宇 你也让你在江家待不下去 你放开我 你放开 妈 你的礼书到哪去了 看来人呐真的是会被带坏的 妈 你也别怪哥 谁让他娶了这么一位下等人呢 你说谁是下等人 说你啊怎么了 神吴 神吴 你什么妈妈 整天下等人下等人的 你是有多高贵吗 大青都亡了 我又不是你们家保姆 你真的我没有脾气啊 我 你 江河 你就看着给妹妹这样为她欺负吗 你看她娶个好媳妇 你现在马上给她 你想说什么 你不会想让我给姜文娜道歉吧 看来你也没瞎吗 怎么我欺负她你能看得到 她欺负我你却视而不见了 她疯了她 还有你们 你要干什么 你不就想让我跟姜恒离婚 给你的好缘你让位吗行 我同意了 我还要祝他们俩和和美美一生生一窝 怎么样 满意了吧 金鱼姐你真的要和姜恒哥离婚吗 是啊 恭喜你了 金鱼 与其一人折磨自己 不如发疯放过自己 反正我现在已经没多少日子好 再说了 无论我怎么样 许贵和姜文娜都不会接受 咱开心 大家都别哄 宋静宇 你疯了 难不成你真想跟我离婚 我刚刚表现的还不更明显吗 之前你说过的 只要我们在一起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不会离开我 这才几年 你都忘了吗 我之前还说过 只要你肯护着我 不管什么事 我都能坚持下来 可是你怎么就逗了我 金鱼 我终于去到你了 从今以后 我一定会让你去到你了 刚刚用了一半 有一种再次喜欢 江家是豪门 你是僵尸总裁 我可以理解你吗 可是你呢 你理解过我吗 你妈跟你妹 每天是怎么欺负我的 还有许费 你知道我每天 跟一个寄予自己老姑的女人 生活在一起 我的感受吗 你只会让我忍一下 你会说 你已经很累了 让我不要拿这件事来烦你 可是江河 你知不知道 他妈忍得都快想脑萎缩了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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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你记住 不是你妈跟你妹 要赶我走 是我送金 笑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心情事与生存 你不明白 尽管会怕旧外套白衣 你不明白 心情事与生存 Yes 什么 你真打算就这么放下你们家江横啊 放不下也得放下 江家那群人就是神经病 我之前是太任他们 现在当回泼妇简直不要太爽 说的对 与其精神内耗自己 不如帮我撞死别人 你早就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来姐妹干杯 来姐妹 从现在开始 谁也别想得到绑架我 我也要为自己好好活一回 喂 宋金鱼 你妈又带着你弟来要钱了 你昨天晚上说要跟五哥离婚 全是妆的是吧 说什么 亲家母啊 你看 咱们两家这关系 我们家药主要结婚 想让金鱼给她买套房 这要求不过分吧 再说 药主呢也是你的晚辈不是 你要是能够多给那么一点 哪怕 就那么一点点 药主也会感谢你不是 是啊阿姨 您看我姐呀 都嫁进江家这么多年了 每天忙前忙后的 这没有功劳也该有苦劳吧 您代替她多给我点钱 也不过分吧 对对对 是这个脸啊亲家母 哎哎哎 说话就说话 你靠这么近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 规矩我还是等 阿姨 金鱼姐是江横哥的妻子 这没错 但您还不知道吧 金鱼姐 已经向江横哥提出离婚了 您说 您就这么跑到江家 跟伯母还有文娜要钱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适啊 你 你说什么 是什么离婚啊 什么 这个赔钱货 竟然敢跟我姐夫离婚 他 管江横叫姐夫 管我叫赔钱货是吧 管江横叫姐夫 管我叫赔钱货是吧 管我叫赔钱货是吧 哟 你不是要跟我哥离婚吗 怎么回来了 还是说你要离婚是假 实则是想以退为进 来帮你妈和你弟要钱呢 文娜 你别这样说 金鱼姐 现在毕竟还是江横哥的妻子呢 对对对 金鱼 还是江横的老婆啊 听见母啊 这可能是个误会 我们家金鱼怎么可能跟江横提离婚呢 是不是他说错什么话 让你们想歪了呀 哎亲姐母 你放心 我这就让他给你陪你道歉 陪姐夫赶紧去道歉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陪你道歉 这就是我的家人 你去啊 你 要了 我不发飙 你们就打算一直趴在我身上吸血是吧 她是你 我就不是你女儿吗 从小到大 只要是她的事情 我就是死也要帮她 好啊 咱们今天一块死 死 哎哎 哎 你妈 你 我是你妈 你竟然敢推我 今天你这个妈 我不要了 还是 没事吧 有事 你们到底走不走 他是你弟弟 你不会轻点啊你 轻点是吧 好啊 停 走走走走走 走 妈我们赶紧走 妈 要走 姐夫 我和妈还有点事 我俩就先走了 妈 快走走 我们先走了 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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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 我警告你 你别胡来啊 刚才是你说 我以退为进 其实不想离婚是吧 你真当你哥你儿子 是金香的吗 还有你 这么喜欢当小三 不如直接脱了衣服 去勾引他呀 反正你的好伯婆 还等着你给他生皇太子呢 金鱼姐 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 金鱼你冷静点 有什么时候我回去说 你们不是觉得 我提离婚是在演戏吗 那我今天 证明给你 你敢拿我哥 现在可以证明 我不是在跟你们演戏 宋金鱼 你有什么会 别往江横身上撒眼 给我闭嘴死必查 三句不离江 你要不直接脱了衣服 去跑他的床吧 宋金鱼 宋金鱼 你别太过分了 这么多人你不嫌丢人了 我丢人 你现在嫌我丢人了 你当初信誓旦旦的跟我求婚 让我放弃事业 放弃高薪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不嫌我丢人了 我还没嫌你呼泡 跟死绿茶 拉拉扯扯的呢 宋金鱼 我哥能看上你 你就烧高香吧 要不然你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要是没我哥 你不知道在哪呢 就是 你还不瞒上来 我儿子还没叫委屈呢 是是是 你们江家人都敬过我 我呢 在你们眼里就只是个仆人而已 江横 我们成立结束了 监宇 你不能走 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仆人 这些话 你跟他们说去 你生病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这跟你没关系 反正我是死是活 你都管不成 静宇 你别动气了 阿恒 你可清醒点吧 你看他刚才彪悍的那个样子 恨不得两口把你妈给吃了 她生病 少抓我作业 妈 您这句话就说错了 我们宋大小姐 家庭我们家五年了 连个孩子都没生 她没病 谁有病 你说够了吗 静宇 她不是故意的 你给我闭嘴 你有种就管刚刚说的话 再说一遍 怎么 你还倒鼻子上脸了 你 啊 啊 啊 他打了我 我怎么了 啊 宋静宇 你个不知理数的东西我 啊 哎呦 妈 哎呦 妈 你没事吧 啊 你看看 你找的什么人哪 快把你妈给折腾死了她 我可没这个本事 毕竟祸害一千年吗 宋静宇 你太过分了 赶紧跟我妈道歉 你回来 你回来 江洪 我 我说要离婚不是跟你开玩笑 离婚协议我会寄给你的 你是认真的 阿高 李秀宁 你如果协议寄过来之后 让律师好好看看 绝不会让这个贱人拿走积分也好 对哥 你跟他离 你恨他刚才那个态度 你跟他离婚 你分成的别给他 这样不好吧 为了江家的声誉 不如还是给他几百万 都别说了 我不会跟他离婚的 哥 干的漂亮 就应该速战速决 把离婚嫌疑交回以后你就轻松多了 来 今天我请客庆祝姐妹 民婚快乐 她有什么时候在这吃饭 真的跟我出去 女士就不服务一句 小姐她们非要硬闯进来 你起开 我和雪飞文呢 要在这吃饭 你说什么 听不懂人话吗 我妈让你赶紧滚 我们要在这吃饭 这是我们的包厢 什么你们的 如果没有江姐 你们能有资格坐在这里吃饭 宋志宇 你还当自己是江太太呢 只有雪飞姐 才是我和我妈认可的江家太太 像你这样的 我只是阴沟里的一只臭老鼠 要是没我哥 你还指不定在哪儿当喜盖要饭 识相的话 就自己赶紧滚了 像你们这样 尚感的让人给汤小三 我真是开了眼 刚好啊 那咱们今天 快死了 你什么意思 就离我解决 请出去 你要干什么呀 我想干什么 你要干嘛 军语 你怎么了 blessed 没什么 我吃了维生素 先生 太太刚刚 太太最近情维有些反常 你去医院调一下记住 看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或者是 先生 还需要再调查太太的情况吗 查 现在就去查 你去查一下 她最近跟什么人接着 我要知道太太为什么会这样 是 我想干什么 他就知道了 送鸡鱼 你想干嘛 你们不是要吃饭吗 吃啊 最好吃了你们下辈子的亲戚 回头死了都拖不了太 你你什么意思 听不懂就算了 疯了 你敢 现在你告诉你 我敢 你这是个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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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阿亨 喊喊一句人 你是瘋女人的真面目 我要告訴阿亨 喊喊一句人 你是瘋女人的真面目 我就是瘋了 這五年 我像個縮圖烏龜一樣給你們欺負 真倒是忍者神歸啊 我告訴你 就算今天阿亨來了也沒用 此舉 不得是張口的媽 你試試下根拼子 你就算是養條狗五年也應該養熟了吧 熊山惡水出雕名說得下都不錯 我告訴你 這樣你再來了是不會放過你的 那你猜猜 江文他也沒有將給我打你 那要幹什麼 我早就警告過你們不要再來招惹我 但是你們一而再再而三的蹬鼻子上臉 你們是被捕我不敢動手嗎 你別碰我 現在是讓我趕快 哥 一口 終於來了 你咋敢吹風給人家幹的好事 兩哥 他欺負我 這些都是你做的 這我明擺著的嗎 怎麼 需要我再掩飾一點 宋靖宇 你別看我 他們都是我的家人 也是你的 他們不是 他們是我的家人 他們也是你 他們不是 瞧瞧你心疼他們的樣子 這五年我是怎麼被他們欺負 怎麼不見你心疼心疼我呀 你說什麼東西呀 這樣我告訴你 這群人你要是管不住我就替你管 反正你也知道我的性子 這五年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不跟他們記住 不過現在 你覺得你還有這個面子 離婚協議說我已經寄給你 周一明證舉記 不用等周一 阿甲 立刻馬上 跟他把離婚 哥 你還在猶豫什麼呀 你看他那個樣子 喪門興 下進我們家五年了 白癡白喝 連個孩子都沒有生出來 你看他真是太多 您不僅要跟他離婚 還要把他趕出海城 聽吧 這就是你們江家豪門的真面目 像你這樣呢 或者是陰沟裡的那些臭老子 如果沒有江姐 你們能有資格坐在這裡吃飯 實相的話 更可以乾淨 裸恩 你們就是這麼說他的 當年我真是看走眼 你根本就配不上金 忍了這麼久 終於舒坦了 這次我倒要看看 他們怎麼和江恒解釋 我都已經教訓過他們了 你何必進去跟他們糾纏 然後結束 沒結束 你可是被他們虐了整整五年 我非要江恒那個傻大哥 好好看看他們家人的真面目 免得那個蠢货 還被蒙在微柔箱裡 雖然比我還激動呢 那誰讓你是我姐妹 咱們必須一招制敌 免得那些妖魔鬼怪 再來糾纏你 還剩幾個月 當年珠寶設計師的夢 也該付出行動了 這世界一回 我們得留下什麼東西吧 你說的沒錯 我可沒時間跟他們好 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們就是這麼說她的 說她是散文心 說她是英格裡的老鼠 江恒哥 是你誤會了 是又怎麼樣 難道我們說的不是事實嗎 我是你媽 我說她兩句怎麼了 行了 別說了 我們趕快回家 你拿了證件跟她離婚 怪不得經理這麼反常 我竟然不知道 哥 你想什麼呢 趕快跟我們回家呀 你們自己回去吧 我去找她 江恒哥 她憑什麼 她是我的妻子 我一直以為你們相處得很好 但結果呢 你們連最基本的 尊重都做不到 看來我真是錯了 再說一次 你讓我 尊重那個小劍梯 她不是小劍梯子 她是我的妻子 江恒哥 可她明明什麼都不會 她根本就配不上你 你忘了 她之前找男模的事情 別再說了 什麼 她還出軌 找男模 我說了別再說這個 她分明就是有 可要反乎那個賤人 你難道要全海城的人 看我們強強的笑話不成 立刻 立刻去跟她們離婚 我說了 我不會 無論如何我都不會離婚 你們死了這東西 江恒哥 還有女兒 還有女兒 我會讓助理幫你找好房子 你先快搬出去 我不想她在那裡 江恒哥 阿姨 不想自己一個人搬出去住 我在這邊只有你們了 你們就是我的親人呢 媽 你放心 我不會讓阿恒把你趕出去的 他竟然敢這麼對我 又是被那個小賤人穿躲的 我承不了他 據爆料 海城守護江市集團 掌權人的太太 由於結婚多年 殘留替代 你與前 將相同 女兒的貴女兒 媽 宋金玉那個賤人 居然有這麼多的視頻錄影 她的宋金玉 是長長誤蔑我們江家 她沒有誤蔑江家 她只是說出了正經和事實犯 哥 你這是什麼話嗎 如果不是你不聽話 我們江家怎麼會遇到這種醜聞 你趕快去澄清 江家聲譽不能受損 好 我澄清可以 你們拿出對她好的證據 否則 我也無能為力 不是我們當然不管 總之 江家的聲譽不能受到任何影響 別怪我 否則您這怎麼呢 金玉他怕了 是 怎麼 離婚結業錢好了 我不离婚 锦鱼 我替我妈妈和妹妹 算你道歉好不好 那怎么行 你妈还等着姚雪妃 给你生皇太子呢 你要是不离婚 这皇太子可名不正言不顺啊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把姚雪妃当妹妹 明白 先当朋友后当妹 最后变成小宝贝 不是这样的 无所谓 赶紧把离婚先一起 锦鱼 我知道你生气 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这都是五五 小鹏 你别扯这么多那些 你就要为了这些事情 完全不管我们之前的感情了吗 我们的感情 早没了 不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大学 你没资格过谈大学 不配 夏周一 林郑局见 你要是不来 别怪我翻脸 你们江家一副杭蒙贵族的样子 最在乎脸面和声语 我一个阴沟里的臭臭 我可不怕 我有的是办法 让你妈知道知道 什么叫大情知道 这人 这人 请问江太太 您之前在每一天曝光的录音 是保守时 张富裕和张智 你都不是故意无限将这样的表示 无限 我和太太的关系很好 静 他们这些媒体听风就是 明明生气 他这么说 江太太 您之前所谓的提出离婚都是假的了 只是为了吸引媒体注意的手段吗 江太太这么做事有什么目的吗 那我也会问你 你们说的投资多少钱 我说了 我和太太关系 我没空陪你演戏 你不打算给这回复吗 你不应该管我要回复 应该问出钱的人 他们想要什么答案 想要你写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是为了当初做设计用的电脑跟稿 我还真不想踏进这里 宋真宇 你还敢回来 你给我站住 你来这里做什么 这里不欢迎 等我拿完我的东西 不用你们说我也会走 这种鬼地方 我一秒钟都不想待 这里没有你的什么东西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江恒哥给你买 你不配带走 就是你这个穷鬼 休想带走江家的东西 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惹我 你给我 我喜欢他 我爱你 我喜欢他 你 你 你气什么呀 咱们治不了他 有人治得了他 站住了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 还敢拿姜家的东西 让开 宋金宇 把东西给我放下 签了这净之出户协议书 你可以走 否则 否则什么 看来 你们今天是不打算让我的朋友 只要你照我们说的做 自然让你走 如果不是阿恒 一个农村的野丫头 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走可以 东西放下 在我们江家白吃白喝五年 现在还想拿走东西 你在做白日梦呢 我看 你们江家人 不仅不要脸 还没脑子 你给我吃手他 你们废物 你们的保镖也废物 义军翻头 赶紧把他给我安住啊 咱们快快白长大 假 你带不住手的话 你帮我 不快点 帮我 你给我 按住他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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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飞 给我砸 这是我们江家买的东西 就算是砸烂了 也不能让他带走一分一毫 你们敢 战得漂亮 你不是很能打吗 你不是力气很大吗 我看呀 能够如此吗 学飞伦娜 当初这贱人怎么对你 这怎么反过 我们江家可不白受这气 贱 我 住手 哥 你你怎么回来了 谁给你们打子 把手放开 阿恒 是我让他们干的 他想偷拿我江家的东西 这一包肠关在你 哎 怎么了 我电脑里面 全都是设计图 你相当文献 要是哪一拆 凑这么紧 当然多你远点 啊 我放远点 一定你的宝贝哥 大远一点 这个不会是 专用你设计的电脑吧 江哥 我不是故意的 静雨你别激动静雨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让你搬走 你怎么还在这 我不同意雪飞搬出去 不就是一个电脑吗 有没有大惊小怪 宋静雨 这个破电脑 我砸了就砸了 我又不是故意的 砸了就砸了 好啊 那我接下来 你不是故意的 啊 你要干嘛 那我接下来 你不是故意的 啊 你要干嘛 你放开他 你再动他一下 试试 你的东西 那也是我们江家买的 我什么资格加点放肆 放屁 你 电脑是我自己 跟你们江家 没有一毛钱关系 甚至什么东西进了你们江家 就是你们江家的了 你这么大脸 怎么统治银河系啊 你接着你再说一遍 你再动了 啊 啊 干嘛 救我啊 还在拉开那个疯子啊 怎么 你放手 姐 你放开 你放开我 放开 你放开我 女 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先把电脑绣号 好不好 一定可以的 我只需要一天 一天时间 那我把你打骨折 再把你送医院好不好 你打我给你试试 我妈妈 你还不走 还等着再被打一顿 我那 你管金鱼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哭着他们 金鱼 管 我 我 宋小姐 请问你最近有没有时间 我们这边 想约你过来付他一次 我们上次的检查 不用了 我没时间 但是 谢谢啊 不过以后 还是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 嗯 这检查报告 有问题啊 宋小姐不来复查 根本不知道真实情况 这个是破半项 别皱眉了 所有的设计都全部没事 这么快 毕竟是宋大设计师这五年来第一次找我 我不得好好表现一下 靳远 听说你准备和江恒离婚 是准备离婚后重新杀回设计圈 嗯你可以这么说 那你如果放心吧 如果设计稿出来 我一定第一时间给你看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和江恒离婚后 我可以追你吗 当然可以啊 你说什么 还好这里有悲愤 就算靳远还在神奇 最起码隐瞒舌上人也补不下 当年在马上来就算你救下我以后 我就起来认语 我是认真的 我不需要你接不接住我 我只要你给我一次可以追你的机会就好 靳远 这都什么事 你们俩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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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这结婚连个像样的婚房都没有 你看看我这亲戚 能住这么好的公寓 你说说 这叫个什么事啊 你结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你亲弟弟 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啊 说吧 你们今天来干什么 你弟弟要结婚 这套房啊 你赶紧过户给他 你说什么 我的好姐姐 你不是刚和我姐夫离婚吗 肯定分了不少钱吧 除了这套房子 彩礼还有结婚以后的车 你多帮我解决一下 还有 你弟弟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 你还得给他们五十万 不可能 你有手有脚 想结婚就自己攒钱 一天到晚肯老 指望着爸妈跟我 你算什么你 谁要是嫁给你 是你挡了八辈子血妹 你个小垫蹄子 你怎么跟你弟弟说话呢 你弟弟可是我们老宋家的独苗 你帮他那是理所当然 就是 以后以后可没人要你 老了不还得靠我 靠你 你要是能靠得住 那母猪都会胜疏 是 一句话给还是不给 你个赔钱货 把你养这么大 供你吃穿上大学 加豪门 你就是这样来回报我的吗 你 你 我的老天爷呀 你这个不孝女呀 哈哈 我怎么那么命苦啊 我一把死一把料把你拉扯了 你现在在游戏里扶上我了呀 你该好意思说 念过我一天了 从小到大 我在家里吃过一顿饱饭了 十八岁之后 我所有的钱都是我自己攒来的 跟你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你 你们真正应该哭的 应该是送药所 我这个赔钱货 这几年前前后后 至少在你身上花了几十万 送药祖 只会像个吸血鬼一样 趴在你身上吸血 他但凡有点良心 都不会要绑要车 不是 臭婊子我和你骗了我 别的 妈 没事吧 你要这么有脾气 也不至于让我这么巧气 爸妈愿意 你我可不愿意 你甭想从我这拿到一分钱 你赔钱货 你干哪里定 你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女儿 你怎么不去死不去死 你还不知道吧 医生说我得了癌症 活不过把你 很快就要出院了 什么 你这是什么表情 我都要死了你不开心吗 那就车子和房子可 你放心吧 这些东西 我死了以后都会捐给社会福利 机构你们一分钱的男子 不是你还没被我打够吗 行了 那我够了就赶紧走吧 我这里不欢迎你们 果恩 看你 我 会说 你完全没怎么用 我 未经议 你 你 我 我 他 不是 建宇 你怎么了 怎么需要 先生 我在医院调出了太太的体检报告 上面显示太太被检查出了脑瘤晚期 最多只有百年的尸体 是真的 妈 那我结婚 对啊 你赶快把你的财产都赚给你弟弟 就是啊 你不给我还能给谁啊 这要你死了 好歹我还能帮你处理后事了 对对对 你给我闭嘴 你在我说 小秀对你不客气 我说过 你一分钱都拿不到 你 连爸妈都不管了是吧 你才是他们的宝贝疙瘩 传宗接待都靠你了 那我算什么 你 滚 再不滚 我让你们从静宇那儿得到的 全部都 走走走 你又来干什么 你又来干什么 静宇 你身边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有用吗 当然有用 江河 你扪心自外 这些年你做过任何让我觉得安心的事情吗 静宇 你现在唯一能为我做的 就是赶紧把离婚写艺书签了 别让我再见到你们江家人 也别让他们来我们结发疯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违离 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违离 不 我不离婚 静宇 我们不离婚好不好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静宇 你放开 静宇 我们再去一趟女儿 我们再检查一下 温宇 江河你是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我不去医院也不想见你 你不快 你马上给我滚 干什么 我不吃你这套啊 静宇 我知道 你很不喜欢我妈的 我明天就搬出去好不好 我们搬到你那儿去 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她 我知道 我以前对你很不好 但是现在我只想一直陪着你 我保证 我再也不会让她们接近你 我不会再让她们伤害你 再也不会 先生 这是我找院长特意调的资料 绝对没有问题 你现在去联系全国最后能买转家 哪怕是一丁点希望我们不走起 是 等等 这件事是要买着近年 不能告诉你 天使放心 我知道了 这段时间 我就住在太太家 不回家家 有什么事去太太家找我 好 好 站住 别藏了 杨哥哥 宋金宇这个小剑蹄子还真是不简单呢 刚提完离婚 又找各种理由来欺骗江洪哥 杨小姐是先生她 闭嘴 我要让阿姨好好收拾她 这件事 不许告诉她 你们怎么进来的 我儿子在哪 哪就是我家 你把我儿子哄出来 以为能瞒我多久 这是我家 麻烦你们出去 什么你家 你有钱吗 还不是江洪哥给你买的 撒谎说什么要离婚 转头就把阿红给她这儿去 你还真有意识 看来以前我小瞧你了 阿姨 她还说自己得了绝症呢 江洪哥那么善良 哪经得起她这种套路 你刚刚说什么 你这种小法子 我看的是谁 小门小户的心眼就是东 我告诉你 江洪永远是我儿子 不归分姐 把东西给我放 你说放就放 你给我记住 我永远都是你的长辈 由不得你一儿再加二三个在我面前放 啊 嗯吃这个 始终跳 你のは今天 因为你最近 wa那是空又 没有 pero hjälite 听我个キー 让你觉得你可以 在我们家撒跃呢 你要幹什麼 從我家裡頂出去 我就不敢你拿拿我酒 丁羽 丁羽 丁羽他不跟你看他呀 啊啊 你這個時間不是應該在公司嗎 丁羽你有沒有事他們又被對你怎麼 你覺得他們毛子 媽你怎麼在這 我怎麼在這 你跟著這賤人跑到這來 還好意思問我來幹什麼 江航哥 你為了這個女人連家都不回來 你就不怕我和阿姨擔心嗎 瞧你這話說的 不知道的還以為我搶了你老公 不讓他回家呢 你搞清楚 我跟江航還沒有我 法律上他還是我老公 你怎麼我說錯了嗎 你抓奸抓錯地方 江航哥你看到這什麼態度 你怎麼在這 是你帶我媽來的嗎 是我讓學費帶我來的 怎麼 你有意見 你跟著他搬出了江家 我還不能來看你了 他一邊撒謊說要離婚 一邊又撒謊說得了絕症 他兩三個謊話就把你騙的船端轉 我要是還不來 他要是跟你要江家股份 你是不是也得給他 你說什麼 絕症 是沒告訴你的 是我聽見的 江航哥 你看他這個樣子 哪裡像得了絕症 可不要被他給欺騙了 你看他那彪看的樣子 怎麼可能生病 就算有病 那也是狂造症 夠了 別再說了 我說的又沒錯 他先是說要跟你離婚 又骨惑著你 搬出了江家 在我們面前耀武揚威 在你面前有假裝賢惠 你就是非得一難捏了 幹什麼 你們不是覺得我討好江洪嗎 現在我都砸了 滿意了吧 我告訴你 是你兒子死氣白癌的要住在我這兒 不信你問問你的好兒子 是 是我主要去搬起來的 既然你們無法好好對金魚 那就由我來守著他 把我兒子骨骼成這樣 我打死你我 你居然還護著他 你居然這樣對你親媽 江航 你今天要是回江家 就把這裡收拾乾淨 不要再來煩我 你這個獨孝子 你不要你忙了是不是 阿姨你也別太生氣了 江航哥可能是一直想明白 被他蒙騙了 說完了 說完了我說幾句 從進以後 你們想怎麼鬧他 但是不要鬧到金魚先去 以後他說什麼我就會做什麼 我會對你們客氣一點 什麼意思 江航哥 你是要拋棄我們了嗎 倒以為你想得這麼嚴重 只是以前我虧欠了金魚 現在我不會虧欠他 你們走吧 宋金魚 你離間我們母子 我跟你沒關 宋金魚等著 你就不信我找不到你的把柄 適在有一天 我會在江湖哥面子 拆穿你的真面目 金魚 如果我不主動來找你 我是不是連普通都做不成 也不是啊 你誤會 你不用任何不對 也不用尷尬 喜歡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不管你就是這時候我都 你今天不是出來陪我選桌寶的嗎 我們還是先挑桌寶吧 宋金魚這個賤人 還沒跟我哥離婚呢 就和其他男人都狗噠噠的 我這就發給江航哥 我看你還怎麼抵賴 江航哥 只能是我的 但是你 你把我哥和江舟的一面 放在哪兒了 誰啊 怎麼上來就打人 我是誰 我是你姑奶奶 宋金魚 一邊裝病調著我哥不可離婚 一邊又在外面找清楚 你當我江門那是趁速的 文娜 你跟他這種不知道 離憶廉恥的人說什麼 他不是相信母廚會上樹呢 你看他最近辦的事 像是個董事人辦得出來的嗎 看你們倆是挨打沒夠是吧 你們要去有病就去治 別出來發瘋 想打我呀 來你打你試試 你今天被我捉奸在這兒 你覺得我哥還會護著你嗎 我和他不是你們想的那種關係 我們是 不是我想的那種關係 那不是金主 就是被包樣的小白臉啊 那我勸你 還不敢去找個真富婆呢 他可沒錢 他現在呀 不僅沒錢 還裝病騙錢騙感情呢 雪菲說的對 這誰家好人拿腦癌出來騙人呢 我勸你呀自己小心點 別到時候被騙了錢 還惹得一聲騷 什麼 腦癌 金魚 他們說的是什麼意思 怎麼 你不知道他得癌症了 看來你還不是被騙得太慘嗎 不像我哥 被他騙得可慘了 你願意塞進去 誰給封上 小林 金魚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實話告訴我 你身體怎麼了 我沒事 我一定他們下說 他 他磨著了 他還相信他呢 文娜 看來各位男人這件事 我們這輩子都學不會了 夠了 別胡說八道了 誰會拿自己的身體開玩笑 那可不一定 他騙一騙要什麼有什麼的 我哥就是被他騙得團團轉 張文娜 張文娜 江橫哥 你看他呀 還沒趕緊離婚呢 就跟其他男人來逛珠寶 你可別被他騙了 閉嘴 哥 你再說一次 到底有沒有錢 你們幾個 從東門被我打到南門 現在還跑到西門來做藥 是吧 你等著 以後別再讓我看到你們西門學院的學生 要不然見你一次打你一次 不然 江橫 這就是你所謂的幸福 如果你做不到你當初的承諾 我不介意去做代理 金允是我的妻子 可你不會做她丈夫 行了 別吵了 我不會出國的 金允 你跟我一起出國吧 國外有很多醫學專家 國畢 我已經聯繫好了 章藥進行會診 相信很多人 你少在這個麻布泡 但凡多關注金允先 也不至於等他病成這樣 你才關心 你什麼意思 行啊 我不會出國的 也不會跟你們去治療 與其浪費時間在化療上 不如用這個時間 去做這個價值 所以你是想完成 你當年沒有完成的 珠寶設計作品嗎 靜允 等你好了以後 你有大把的時間去做這件事情 靜允 你放心大膽去做 我願意支持你 等你設計完成那一刻 我會給你和你的設計 還相比清楚 你再說吧 我說過 我永遠站在你這邊 不像某些人一樣 說得比做得好聽一百倍 我不需要像你一樣 先引擎 我會用金允準備 那你就看看 金允更鮮實 好啊 你說那個小賤人 是不是給我哥下降頭了 被那個小賤人 迷得五迷三逗的 連我這個親生妹妹都不管 害得我還要去中藥房 拿藥珍珠的 好了文娜 我們治不了他 自然會有人治得了他 治他 他現在打我 我哥都要給他遞棒子 誰治得了他呀 他媽和宋耀祖啊 這次 我不僅要拆穿他所有的謊言 我還要讓他身敗名令 醫師 我帶他的時間怎麼樣 辦法倒是有 但是這個過程會很痛苦 還是要看患者自己的醫院 如果聯繫國外的一些成功案件 還有醫療审美 就可能檢查中國的時間嗎 我看了他的報告 你先從中期轉向晚期 你還是多陪陪他吧 我姐妹不愧是當年專業第一的大設計師 這麼好看的設計手不到擎來 是不是現在就差進工場打搏了 總算完成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那姐姐不如幫我解決些我心中的大事 如何 你來幹什麼 我有女朋友因為我沒錢跑啊 我閒著沒事 過來問候問候 全世界 沒錢來什麼賭場 滾 是來看我笑話的 不如我們做個交易吧 只要你完成這件事 只要你完成這件事 這一百萬 就是你 說吧 要我幹什麼 我不相信宋婧你真的得了愛 我要你找出證明 你揭穿這件事 姐姐 既然你不肯給我錢 那就實現你最後一點價值吧 學伯 你女朋友跟人跑了 那是因為你自己不爭氣 跟我有什麼關係 如果不是因為你不給我錢 她會跑嗎 所以呢 你現在拿著刀 是想學小混混打劫啊 你 我最討厭的就是你這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你個臭婊子 給誰看啊 你能不能別這麼幼稚 座小組 我告訴你 你女朋友跟人跑了 那是你活該 你這個賤人啊 啊 啊啊啊啊 我們現在就是醫院 你最好期待他沒有事 好 疼 那建喻 你的腦去給教醫生 江菲菲 我現在沒空 江哥 我找了專家 專家說 北非 我說了我現在沒空 我要去找醫生 江洪哥 你為什麼不停下來聽我說兩句呢 宋靜宇到底有沒有得癌症 哦 我一直想跟宋律師說呢 這次的檢測結果就是顯示 宋律師沒有得癌症文件 麻煩你給宋律師說一聲 放心吧 我一定會給她一個大驚喜的 宋靜宇你等著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你的把柄 吃飯有天 我在江洪哥面前拆穿你的真面目 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現在參加的是 要珠寶新任珠寶設計總監 宋靜宇女士的珠寶設計發佈會 宋靜宇女士一畢業便收到 雪菲姐 那個竟然什麼時候來啊 你急什麼 她宋靜宇造的收拾越大 到時候她被揭穿的時候 就越老了 那咱們什麼時候上啊 宋小姐來了 來了 好戲上演 宋小姐 之前傳聞 您要與江總離婚 現在請問進行道理部了 這一次蕭總直接任命 你為設計總監 請問您有什麼想說的嗎 請問是什麼樣的契機 讓您重回設計行業 大家都別為難我嫂子了 我嫂子她身患絕症 活不過半年 您沒有什麼事情就來問我吧 這離不離婚的也不重要 畢竟還有半年命都沒了 這要是再不出來撈錢 你就沒機會了 請問呐 你要幹什麼 嫂子 您身患絕症 這事也沒有必要藏著掖著 我都是為了您好啊 您看 這樣一來 您的作品不是被更多的人看見了嗎 宋女士 請問江小姐說的是真的嗎 宋女士 這一次發布會是你最後的作品嗎 放心 諸位今天提出的所有問題 我會在接下來的提問房間 一一解 徐公平 今天發布會 是藥珠寶的新品發布 請諸位媒體 關注珠寶 如有過分的問題 宋小姐有權拒絕 宋女士依舊是我江河的態度 請各位在提問之前好好想想 哪些問題該問 哪些問題不該問 否則 僵尸法我會隨時寄 這個梢林真是壞事 你放心吧 我已經還沒好 你這等著看好像 宋女士 请问您这次回归的设计作品 是否与生命有关的 作为设计师 当然希望 自己能设计出 最满意的作品留下 这是最美好的事情 所以正如江小姐所说 您是真的身患绝症 无法可治了 那你这次的作品叫永恒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但是我有自信 我的作品 会永远留在大家心里 方便问一下 您这回生病 是否给你这次作品 带来灵感和启发呢 等一下 宋小姐 这是我们刚刚拿到 您最新的检测报告 上面显示 您非常的健康 并不像你之前所说 身患绝症 命不久矣 请问您是不是为了 要珠宝设计总监的位置 和后悔与江市集团江总 提出离婚 而自导自演的一场 身患绝症的戏呢 什么 我嫂子没生病 这怎么可能啊 莫非 嫂子 你是想借着生病一事 一边吊着我哥不离婚 一边又勾打 要珠宝的负责人 还趁机炒作营销珠宝啊 江红哥 你们是不是一直都被他骗了 你有证据吗 拿着证据来 不然我告你诬陷 大家看 这是我们拿到最新的几件报告 宋小姐 你根本就没有生病 宋小姐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请问您是在借机炒作吗 请问有限制 对 拿一份假的报告 就来闹事 杨雪飞和江文那 给了你多少钱 宋小姐 如果您不心虚的话 请您解释一下 这份检测报告的结果 宋小姐的才华 根本不需要抄作 她的作品 正能说明一切 江红哥 这段时间 她靠着德约症的缘由 把你骗得团团转 又是离开家 又是开设计发布会 现在又跟萧玲搞在一起 你真的要这样执迷 不务下去吗 怎么 江红不跟我离婚 你做不成江太太 恼羞成怒了 找一个不知名的媒体 就想污蔑我 您未免也太瞧不起我 你 你少避重旧情 正面回答问题 你是不是借着 申病当借口 宋小姐 你是不是以此作为炒作 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呢 你再无未免宋小姐 不然公司开不下去 扰乱要珠宝的新品发布 把她送到警局 宋静宇 你为什么不敢直面回答这个问题 根本不需要回答 今天是珠宝发布会 珠宝才是重点 宋小姐在学校的成绩 一直都是明练前茅 她的作品 一直都很好 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现在应该是最要眼的设计师 宋女士的身体情况 自有她的家人关系 与本次发布会无关 小玲 你 捞乱新品发布会秩序的人 全部带下去 杨小姐 你说了会把全货品 杨小姐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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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戏才唱到一半就吓破打 看得给他钱也不过多了 行了 我累了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吧 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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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体怎么样 有没有不舒服 怎么 你也觉得我的丑错 来一声骗你吧 我没有 我只是担心你 静宇 我们还是去一趟女员吧 只求一个新案 如果不整了 我们就重新开始 如果真的有问题 我就可以走到最后 送金鱼你这个质子 你还不赶快过来说清楚 走吧 你妈的警局闹开了 说要当面对峙 妈 你看我哥呀 他在大厅广众之前把我们拖出去了 我们以后怎么认识人吗 你还是先坐下先坐下 谢谢你 你还想见人 我还以为你早就不要人 现在立刻去把我娜和雪飞的事情解决掉 我是受害者 今天我不接受 你们谁也不想解决 出于结尾之间的亲属关系 我们建议还是以调解为主 你们先自行调解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 再联系我们就是了 没得商量 宋金鱼 我命令你立刻撤销对我娜和雪飞的指控 妈 是他们扰乱发布会的秩序 要道歉 也是他们一个人的 他们 怎么可能向我道歉 我命没错 为什么要道歉 走吧 我妈 你看看我 江河 你竟然为了这个女人 连自己人都不管啊 别 我可没这个噱头 您高看我了 你 你 你个结实 为什么你们就不承认你们自己的错 你们亏欠了金鱼 今天要扰文发布会污蔑 连说一句对不起的这么多 他算什么东西啊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 你让你的亲妈跟他道歉 想得美 是啊 你们江家豪们怎么可能向我一个穷乡批长出来的人道歉 江河 你还不了解你们江家人吗 算你实相 当初阿恒要娶你我就不同意 你根本背不上他 我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我对雪飞根本没兴趣 你们死了这道心吧 你们死了这道心吧 江河 江哥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难道对我真的没有一点点 没有 我从史之中是许可不经允一个人 可是他什么都不会 他根本就配不上你啊 你瞧他那个样 一天到晚拳打脚踢的 根本不会成为江市集团的总裁夫人 永远不配 他站很好 我很喜欢 你们折磨了金鱼 好不容易开片子线赞成人家 我很喜欢 我就是喜欢他的思议张鱼 哥 你疯了 你哥俯没疯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像是不妨 金鱼 其实 从你一开始教训婚婚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看到你变回原来那个样子 我很开心 既然你们不接受条件 那我们就走吧 反正你们只能在几时 哥 哥 让口 诶 金鱼 这不是适合在我们看专家的地方吗 你说得对 不管有没有生病 再介绍一次 总没有错 你想通了就好 不管你有没有病 我都会陪着你 从今往后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做也好 因为我喜欢就是这样的 医生 我太太要怎么样 放心吧 报告出来的结果很好 宋律师没有生病 那为什么会出错 我这边和院方已经进行了沟通 可能是检测的时候 弄婚的检测报告 院方已经向涉事的护士医生进行处罚追责了 检测报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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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语 今天时间这么累 我们出去旅游玩 你说你想看灯塔 想看激光 你想旋闷都可以陪你去 建游 你怎么了 ALæ smartphone 没有 你什么 你怎么来了 我就能听 Haven't you 还问我来干什么 走 跟我去医院 我今天非要看看你到底生没生病 这松开 你要有你自己去治 妈你把手放开 我那和雪妃说了他根本就没病 他就是想借着生病来离歇我们 我们现在去医院 等检测报告出来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走不要去了 我没病你放心吧 我一定比你多活几天 你知道 江河 你知道还让你妹妹他们被关进去 你他们是扰乱发布会秩序才关进去了 和金宇没关系 这事就是他干的 你去给我写条件书 你可把他们放出来 你根本就跟金宇没关系 他们扰乱发布会秩序 你连个道歉都不肯给 道什么歉 他们没说错 他就是居心叵测 他就是想离歇我们 心急这么重的女人 绝对不能留下我们江家 够了 够什么够 我说错了吗 你被他骗的团团转还这么执迷不悟 你脑子呢 你被他骗的团团转还这么执迷不悟 你脑子呢 幸福是这样的 这些都是你对他的偏见 好好好 我真是生了一个情种啊 到现在 你还执迷不悟 你干什么 妈 要不要我这个妈 妈你冷静 你先把刀放下 你立刻把他们放出来 跟他离婚 我去把他放下来 想不到 这就是江家豪门的做派 为了逼自己的儿子离婚 连命都不要了 你说 我要是不肯离婚 你要怎么办 我可是阿恒的亲妈 我真出了什么事 我倒要看看他 还要不要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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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 真是胳膊皱放怪怪 迟早我们家家会被他骗走 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弄了 我同意你说的 接受条件 跟江河离婚 真的吗 我同意你说的 跟江河离婚 真的吗 你就这么轻易答应了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不行 我不同意离婚 你为什么不同意 你犯什么傻呀你 金金雪 我们刚才都还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就这样 是因为我妈 我保证 我保证他们以后不会再打扰你 哎呦 你想要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女嘴 你居然吼我 我是你亲妈呀 你的教养哪儿去了 你的底线哪儿去了 小凡 你很好 你对我一直都很好 可是我真的累了 这五年来 我慢慢忘记了自己的理想 也失去了错 如果不是因为最近的事情 我可能会一辈子这么颓废下去 但今此一节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全新的环境 这对你我都好 金鱼 我们不理婚好不好 你干什么我都可以陪你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妈 你妹妹 还有尤雪飞 这些问题我都可以解决 江河 你再说一次 江河 好聚好散吧 温娜 你让人去买两款鞭炮 我们今天好好去去会计 雪飞 你去找律师 你要盯着他写离婚协议 我绝不允许那个贱人带走我 江家一份情 走 不许去 我说了 我是不会离婚的 江河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不是让你去当田狗的 你老老实实把婚离了 回头重新娶一个知书当理的女孩 是啊 哥 那个女的她就是一个暴力狂 你看谁家太太像她那样多丢人呐 你看雪飞 雪飞她就很合啊 她就很适合你 不可能 我江河的妻子 只有宋静明 江河哥 不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再对我暴力让我玩笑 哥 那个小金人他到底 他们在我面前都完全不掩饰对金羽的厌恶 金羽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五年 你吼什么 是他要跟你离婚 你纠缠他干什么呀 如果不是你们他会跟我离婚吗 从今以后 我不会再回来这里 你们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 我会派人看着你 不许你们接近金人半步 江河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分家吗 哥 你是要监视我们吗 我不是想分家 我只是派人管着你 直到你们知道什么是增足 这是灵魅协议 没问题的话 就签字吧 静羽 我真的没机会了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管好我的家人 不让他们烦你 可能之前我在气头上 没有给你表达清楚 你家里人 只是一部分原因 到他出国进修了 可能是三年 也有可能是五年 或者更久 现在离婚 你不想担心 你也不希望自己有情 我不在乎 我可以等你 你出国我可以陪着你 不必了 你饭不着 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我们也没有必要去赌一个未知的未白 静羽 静羽 你的好慢时间快到了 静羽 你已经决定了 离婚嫌疑签好之后 直接给萧林就好 他会联系我的 静羽 我会等你 我也会管好我的家人 等你回来 我一定给你一个全新的环节 放心 我会请你照顾好记忆 静羽 静羽 最近好吗 也不知道你继续得如何了 希望你一切顺利 能设计出你最满意的作品 我等待着你开作品展的那一天 希望那个时候 我能收到一封邀请函 静羽 你还好吗 文娜已经嫁去了山城 我妈的脾气也收敛了很多 等你回来的时候 他们一定不会再让你为难了 你母亲和弟弟最近也很好 我一直有派人关注着他们 你一切放心 怎么多愁善感的 怎么 敬香琴切 我说什么呢 我回国就是办珠宝展的 有什么好敬香琴切的 生疏了啊姐妹 这我能信 你不想见一见咱们那位 AKA秦胜本圣 就算我跟他见面 那个是把当年的事情 做不了着 那你可准备好了 咱们江总 可不得抱着你哭个昏天黑地的 行了 明天就是珠宝展了 好好准备一下 这可是我回国第一次办珠宝展 不能出任何场子 放心吧 我都准备好了 保证明天的珠宝展望如一失 走 回国第一次办展 看着生活还不错 咱们工作室虽然没成立几年 但好几次设计 都拿过国际大奖 品质和设计都有保证 他们要是不来 我才觉得奇怪呢 你还挺自信的 你就不怕 他们怎么来了 冤家陆展 你要避开吗 我是今天珠宝展的负责人 见设计师 怎么可能避得开 这是回国第一次办 你去找一下掌听负责人 看紧他们 别让他们闹事 放心 交给我 谢谢 这家工作室在国外挺有名的 你看一下喜欢哪套珠宝 就当是我给你的嫁妆 你呀 就乖乖地嫁人吧 听话 阿姨 我一定要嫁人吗 我可以一直等姜恒哥的 别等了 他那个死脑筋 转不过弯的 可是宋金宇已经出国三年了 说不定他早就跟别人在一起了 让我们有请蔡新工作室的 负责人兼主设计师出场 大家 大家好 我是宋金宇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猪宝宅 他怎么回来了 他为什么要回来 我怎么知道 他这一回来 阿恒又得 去问问他 今天是他回过第一次的车 你最后还是在这边走 小哥 好好看着他们 如果他们等会有任何闹事的倾向 立马把他们拉下去 小小姐 您设计的珠宝可真美 真独特 我们都太喜欢了 对呀 小小姐您真的太棒了 谢谢 那我们先走吧 辛苦了我的大设计师 今天怎么这么安静 一直到活动结束 姚雪飞和许慧都没有闹事 什么安静 他们那是被压制住了 江恒不知道 从哪打听到你怀的消息 怕他们过来找你麻烦 就带了两个保安 把他们压制住了 江恒也来了 恭喜啊 今年的展会很胜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的社区风格很独特啊 这几年 我一直都很关注你 对了 静恒 你这次回国 是想把工作转到国内吗 算是吧 对了 之前 离婚协议说 我怎么没有转交给小林 我们这么久没见面 你去过说这个 邓屏宇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故意的是不是 你故意让江恒哥这么对我 这个贱人 你这个贱人 杨水飞 江恒哥 你为了这个贱人 贱人保安赶我出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说怎么这么安静 你是不是打不去了 怎么 还要我送你一次 几次七日留 这个贱人 不好好结婚在这干什么 要结婚了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真有喜欢你这样的历程 我 我继续等你了江恒哥了 关你什么事 三年前你就不自量 到现在还是不长记性 我跟你拼了 我 我 你没说什么 对不起 早知道就早点过来了 没事就他那样 能伤到我们 孙金云 你既然已经有了新欢 为什么还要一直吊着江恒哥呢 你跟萧林在一起三年 谁知道你这三年又做了些什么勾当 你既然不娶我 是你堂堂江氏总裁 就心甘喜欢跟他戴冰帽子吗 老许飞 我警告你 嘴巴放干净点 不是谁都跟你一样去哪里 你要是再口证 不要客气 有他在 我还真不用担心金云会和你 今天只是意外 一周以后 他将嫁进林家 到时候他休想接近金云办法 你可做不了主 我都知道都会不会想 既然你无法管好自己 那我就找人管着 在你嫁出去之前 如果你们打算将工作室帮为国内的话 就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将将那边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有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提前和我说 我是想说 将军在海中的影响确实很大 而且他妈妈对你的态度还不够明确 万一他倒是 他不同意 这工作室我就不开了 许亏要是作妖的话 我有的是爸爸对付他 可是你和江峰还没有理会 这次回来 就是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姐妹 我姐妹可是大美女 有一堆追求者跟在屁股后面追呢 到时候咱们好好挑一挑 别逗了 我现在只想把精力 都放到工作室上 那又太累了 这精力 图纸的话好 好吧 美女就是要独美 哦 那个 顺琳 那以后 我的工作室就要靠 宋大设计师照着 没问题 哎金玉 那个不是海生的珠宝大亨吗 咱们回国前一直想合作的 江恒怎么和他在一起 是啊 我记得江氏集团 一直没有设计珠宝行业 那就是为了你了 那真是为了你 那江大秦胜的名好幸福口福 这三年来一直打听你的消息不说 还想方设法的为你的事业铺路啊 江总今天时候听晚了 那我也就不打扰你和朋友许久了 明天合同会则送到柜子团 好 刘总班总 好 走了 不送了 好 不送了 你怎么知道他一直在关注我呢 嗯 这 那个 刚吃完饭 我开了车 要不要送你们回去 那好啊 金玉就麻烦你了 哎呀放心吧 我等消灵就好了 你也忙了一天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我 我 你送我回去正好 离婚的事情 我也想跟你再沟通一下 下周一你方不方便 我们再去一趟名证据 下周一你看方不方便 我们再去一趟名证据 金玉 那个我 那个 我有点困了 到了跟我说一声吧 啊 好 你好好休息 我到了 你赶紧回去吧 金玉 这个 是刘总的名片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有了他的帮助 你在海市 会越来越深 你 我们现在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工作室的事情 我会自己想办法 这个就不必了 晴雨 你不要照去拒绝我 你就当 就当我有事求你 这是给你的报酬 什么事 喂 我现在不方便接待会儿 一会儿回去跟你说啊 时间也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吧 金玉 你怎么来了 召集和我姐妹谈心啊 江红今天 突然把刘总联系方式给我了 说是他有求于我的报酬 你说到底想干什么 金玉 我 金玉 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 这三年来 除了最开始的一年 我一直要和江红联系 怪不得 一直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哎 你以前不是很讨厌他吗 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是的 而且我想着 他的身边有姚雪飞 你又不在他身边 说不定落不了多久他就放弃了 但是他也一直没放弃 我就偶尔 跟他讲了一点的小情况 金玉 江红他当年确实有错 我那时看见他就肯不得揍他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也看见他对你的心从未变过 也一直在想办法弥补 我也知道你对他有感情 你这次回来就别嘴硬说离婚 你考虑考虑再给他一次机会 万一你们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呢 未来 再说吧 先生 您这是讨太太开心 不是去看待工作室应聘的 您之前投资的设计的工作室 没有一个是赚的 要不 您换个材料 金玉现在一心想过一回 我如果不弄这些东西 你说 我跟那有什么话题 先生 实在不行 您可以试一试 色诱啊 天经 你一会陪我去看一下工作室选址吧 我就不去了 你怎么在这 先吃早饭吧 我把你选的工作室 一会带你去 好啊 那就你们俩去吧 我昨天喝的酒还没醒呢 我就不去了 加油啊 还傻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昨天莫名其妙把刘总盈提方式给我 今天又说要带我去选工作室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们已经离婚了 这样我这个 可没付费 金玉 离婚协议我还没有签字 我们还没有离婚 对 虽然 你让我重新注意你的意思 好吗 你说什么呀 我是认真的 请你相信我 你昨天说的事情 就是拿我工作室的未来 换复我的决定是吧 不 不是 我只是 我只是一直都很爱你 我现在 暂时没有别的心思 这家店还不错 老大和装修风格 都比较适合我工作室的调性 就是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太太 您看这份合同还满意吗 这是僵尸的房产 先生已经提好合同了 虽然是让一家主要进行优惠的 你看还行吗 先生千挑万选 才选约店铺 总算没有白忙一场 不用了 原则就行 不想欠人情 不算人情 我说了 我也有所求 其实我妈一直很喜欢你的设计 她想有机会 找你设计一套猪宝 妈 这怎么可能 如果她不喜欢 她怎么可能参加你这猪宝展呢 那她现在呢 应该不喜欢了吧 可能 事情应该比较复杂 对了 今晚 不知道是否有幸 邀请你一起吃晚饭 晚饭就是了 就当 交流一下猪宝设计 好 好 凭什么 宋静宇这个贱人 凭什么一直那么幸运 江洪哥竟然这么多年 都对他念念不忘 我绝对不会让宋静宇 永远都回江家的 宋静宇 你不是要跟江洪哥离婚吗 怎么又跑出来跟他吃饭呀 你还真是又当又利呀 没错 她是要跟我离婚 不过 现在我再重新追求她 什么 听说你要结婚了 你要有这个时间 都放在你们家那位身上 平时少吃点盐 看他不行 阿姨 你看他呀 他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 我在江洪哥好歹 一直待了这么些年 阿姨也只是个外人 还轮不到你来 关我们的家事 我是外人 阿姨 我看他们 你们欺负我 又开始装白莲花了 来 小可怜 让我看看你今天要做什么的 雪飞 这是阿恒自己的事 阿姨 宋静宇三年都一直在国外 她指不定已经跟其他男人搞在一起了 说不定 早就给江洪哥戴着绿帽子 夜市要是传到外面去 江市集团的脸 然后被丢尽了 雪飞 没证据的事 就别乱说 你马上要结婚了 乖乖准备自己的婚礼 把心思呀 放在正道上 阿姨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当初不是也很讨厌宋静宇的吗 这是怎么了呀 阿恒 你这次出差 记得去灿星工作室的珠宝展 我看上一套珠宝 给我带回来 没想到灿星的设计真不错 他们这种新兴工作室 也有这么好的作品 这是怎么了呀 你是他的长辈 他不会是个穷专户 靠着江恒哥 在江家养尊处 又这么些年 闭嘴 行啊行了 阿恒的事呀 你少管 既然要结婚了 先管好自己的事 阿姨 阿姨 你没跳了 你是什么巨婴症吗 你看这有人大力你吧 宋静宇 你很得意是吧 够了 你能够 非要我叫服务员吗 你赶出去 服务员 静 你给我等着 你妈这是怎么了 我说了 我妈很喜欢 财新工作室的主设计师 你以后有机会去江家 可以看到更多 主推款 享受定制款 都有 什么 所以啊 我妈现在对你的感情很复杂 因为你的才华振奋 我不信 肯定是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是做了些事 不过归根结底 我妈如果没有特别喜欢你 以她的性格 怎么可能刚才那样呢 对吧 怎么下雨啊 下雨啊 快走 我去先跟鸡巴探 送静云回国了 她开了珠宝工作室 还跟江恒复合 她日子过得这么舒坦 你就心甘情愿的 每天送快递面 我我跟你说了 要一个就是把伞往我这一趟 赶紧洗洗吧 没事吧 赶紧洗洗洗 我会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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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我让你助理 把衣服送过来 那我去了 太太 你可重新接受先生 实在太好了 他这几年经常看设计方面的书籍 想和您培养共同的话题 但设计这个东西 官方理论是没用的 你回来以后 可以和先生说说 别执着设计类投资了 先生亏得有点小多了 但为了了解这个行情 反而越挫越勇了 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是那么死脑筋 傻子 紫月 那个 你助理你把衣服给 也好 衣服帮我拿下 哦 红什么呀 不是没见过 没见过什么 啊 没什么你赶紧出头发去吧 呃 那个 那个 你明天早上还有事 我就 不打扰你了 那我 换衣服去 哎 啊 都这么晚了 要不你就留这吧 这 不合适吧 冰冰要是回来的话 他会跟我说的 那 那我 水沙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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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現在已經有空了 死去 管你通过了 把我们丢成心在一起 谢谢 谢谢你还愿意给我几位 你来找我们干什么 你之前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宋静宇他真的回来了 你说你们就住在这又破又旧的房子里 而他宋静宇凭借着江家的影响力 随便卖出一套首饰就十几万百八万的收 你甘心吗 赔钱货现在会这么好吗 你在这发怒给谁看 要本身找不去啊 去就去非弄死他不可 廖主你别去 你忘了你之前花上你姐姐 江河是怎么对你吗 这个教训你忘了吗 再说了 江河每个月都在跟我们转钱 你就别去闹事了 一个男人一点血性都 怪不得宋静宇看不上 既然如此就算了 说我看错人了 你果然 你 廖主不能去 走开廖主 廖主 廖主 今天你是主角 无论穿什么 你都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个 正因为我是 灿星珠宝的负责人 罪才应该慎重一点 不然 岂不如初杨下 应该是别人对你慎重才对 别想这么多 你只是新开了一下片 又不是重新开始 你之前得的奖项 可不是都有随便 江总可以来用你说话 我说的可是实话 既然工作室这么优秀 那江总来都来了 不给工作室整个开门红啊 那我要的 是真正的开门红 招什么急啊 啊 你们让的开门红在那 你妈这是什么表情 大概是 希望有人给那个台阶下吧 我估计 他下的这个台阶 可能是我们工作室最大的客人 我也看出来了 阿姨身上带的全都是我们工作室的首饰 我这就去给阿姨铺上红地毯 让他舒舒服服的下台阶 我说了 我是不会骗你 要不要跟我合作 你自己做最低 你拿五百万让我绑的那个贱人 江恒也不可能喜欢你 你图什么 我得不到江恒 他宋金玉也别想得到 我只有一个要求 让宋金玉以后不许再出现我们面前 从那都可能以为 Volkswagen 您为什么说 重交 纯大创进师 恭喜开业 谢谢 你们说好吧 对呀 看不出来吗 什么 要不我带你参观一下工作室 不了 我们可以借一步说话吗 可以啊 那个附近有咖啡店 我们去那儿吧 看好店 别出差子 妈 给点力啊 能不能把老婆带回家 就看你了 靳雨 我今天下我的飞机 准备走了 你的工作室 不是在国内吗 其实 工作室的主要业务 一直在国外 当初回国 也是为了开会新的市场 并不打算久了 是这样 靳雨 赌气也别走太久了 江恒她是真的爱你 你消息之后 你们好好在一起 感谢吧 谢谢 你看你还能不笑出来 阿姨 您真有眼光 这是我们工作室 这个季度主打的新品 我们负责人就只做了这一套 行了 别拍马屁了 刷卡了 我妈今天消费 人会有我们 江总大气 看来只有给你的新干宝贝掏钱了 才能得你几个笑脸呀 阿姨 小您这话说的 这分明是江恒对您的孝心啊 可算了吧 这几年他一天到晚摆个臭脸 要不是看在他设计的作品还不错 我 在国外还拿了几个大价 我才不会买 这人呢 这顾客来消费了 也不知道出来说两句 哦 他刚才出去了 回去等会就回 学长 出事了 刚才他的母亲找来 是要雪妃 蛊惑他的弟弟 他才可能出事了 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回事 他剛才跟小林一起出去了 怎麼會出事呢 我已經去咖啡廳看過了 那不在咖啡廳 快到我姐姐 好久不見了 哈哈哈哈 小姐 總算露到我手裡了吧 宋金宇啊 你不是一直靠著自己會點功夫 做洗的皮蛋的 我看看你今天要怎麼狂 你看看你今天這狼狽的樣子 真搞笑 怎麼 求饒是嗎 休想 我說你是廢物你還真的是廢物 被一個女人先就閉嘴 閉嘴你個賤女人 我廢我 我最討厭的就是你這副 臭臉 你一個賠錢貨 還整天給我談未來談理想 你配嗎 你怎麼能有什麼未來 老子告訴你 就算今天老子把你殺了 你沒人會知道 告訴你 你不僅廢物你還愚蠢 在大庭廣眾之下綁架我 你以為別人都瞎嗎 楊雪被綁我了 是因為跟我有仇 你呢 你知道後果嗎 你嘴巴閉上 再多說一個字去刮刮你的臉 說吧 你要幹什麼 你還要問嗎 我要讓他永遠都無法再勾引家 楊主我求求你了 你看到我私情與母親的份上 看得到我主動告訴你的份上 你放過楊主吧 我的宋家就只一條根都不如出事了 你還好意思求情 你兒子這是綁架這是犯法 要是金玉不三長兩短 不是這樣的呀 是楊學妹哭得他去幹的 他是監獄的親戚 他不會對監獄真的做什麼的 我求求你放下 李寧 你聯繫警方幫忙調進控署 再讓寶貝把姚學費控制住 是 關金 你把工作室看好 開業第一天不能出任何差錯 好 那你一定要把金玉安全帶回來 至於你 你再給我好好想想 宋藥主會在什麼地方 否則金玉少一根頭髮 我都忍他千倍百倍地還回來 這是犯法 我愛江恒哥這麼多年 你算個什麼東西你出來橫刀多愛 我告訴你 只有我才能配得上江恒 怪不得 你們兩個能夠合作 像你們這樣的人 從來不會從自己上場面 只會怨天留人 但一輩子非你 賤人 賤女人老子打死你我 等等 就算江恒現在趕來 也來不及 好好享受吧 吉人 踩在老子頭上揚舞揚威這麼多 我看你以後還有什麼臉 老子告訴你 今天不殺了你 已經算是人之一盡了 給我殺 這 金援 芳芳 尤姐妹 將你們後面來了解 調票調會完了事情 这怎么可能 两个怂祸 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 你看 你可见女人 敢这样对我是吗 但我告诉我妈 我会打死你不可 放狠话也只会找妈 你这辈子就成这样 金鱼 他们对你做什么 就他们 能对我做什么 做梦吧 没事吧 你们两个要是没事 我就带他们回警局作笔录来 江哥 姐夫 不管我的事啊 都怪这个鸡人的活该的 你给我闭嘴 如果不是你姐 你绝对能活到现在呢 除了今天绑架的事情 之前所有的事情 我都会收集证据进行起诉 等着坐牢吧 我都说了我没事了 都说了住院呢 金鱼啊 你现在走我不放心了 有什么不放心 金鱼 你就听我的 再住一天 好不好 那就那天 大庭广众的 也不注意点 好 公共场合 注意情下 这 担任冰房寸人 对了 你们怎么来了 来给你们送温暖 哎 正好 我这一天天冰花忙乱的 快饿死我 那你可多吃点 这可是咱们工作室的大客户 亲手为你做的爱心餐 可别浪费了人家的一番好意 对了 工作室今天怎么样了 没有问题 咱们工作室创了开业以来 单日业绩的巅峰 算不算有问题 怎么可能 我们才开业多久啊 怎么可能有人买上千万的猪宝 没错 咱们的金主爸爸 就是许阿姨 他不仅一次性买了三套珠宝 听说你生病了 还特意回家给你做爱心餐呢 干嘛干嘛 你以为我愿意 要不是看着你可怜 谁愿意在这带 妈 你去哪 我回家 你妈谁愿意往医院跑啊 你如果没生病呀 就别老在医院待着 爱去哪去 家里不是没地方给 阿姨 吃的 你看吧 我说了 你已经成功臣服了我妈 你妈这个人 要是不作妖不搞事 也算能相处吗 嗯 嗯 那个 晴宇 我们现在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啊 在你 行啦 所以你轉正吧好好表現啊